你是我的眼 帶我面對四季的變化 你是我的眼 帶我穿越擁擠子人潮 2002年推出第一張創作專輯 將視障人士的心聲唱進歌裡 直到2007年 林宥嘉在歌唱比賽中翻唱 原唱蕭黃旗 因此打開知名度 林宥嘉唱了我的 你是我的眼 然後賴明偉唱了 我的阿嬤一位 你知道就是 以前我還是都是自己 就是自己在接表演 然後自從宥嘉唱的 你是我的眼這首歌以後 突然就是很多人在網路搜尋 蕭黃旗這首歌 然後我的電話就開始 常常就會有一些謠言單位 打電話來 要來找尋原唱去表演 從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怎麼幾乎每個禮拜的假日 我都在做表演 阿嬤一位在被賴明偉翻唱爆紅 這首歌被收錄在真情歌 蕭黃旗拿下首座金曲獎 獲得大量關注 成為主流唱片公司簽約歌手 熬過前面七年獨立發片的辛苦過程 我現在的經紀人莉莉莉莉莉姐呢 她本來是在那個劇團裡面上班 然後因為我要去台中錄音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陪伴的人跟我一起去 然後在當下呢 其實她就在假日的時候呢 然後就常常就是陪我就是台中台北跑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在那個狀態底下就是 我常常讓她住那種 八百塊一個晚上的那種旅館這樣子 那種賓館之類的 然後到現在我想到這件事情 就覺得對她很抱歉這樣 愛做夢也勇於付出 蕭黃奇罹患先天性白內障 四歲動手術變成弱勢 十五歲因為太愛打電動 再度失明 老師就會在我旁邊 然後開始教我怎麼樣拿手仗去打手仗 真正開始做一個盲人的生活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看不見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沒有辦法去認清自己的角色 繼續活下去 這個過程是還滿艱辛的 但是那個體會是很深的 所以我就會跟很多朋友說 人生沒有什麼事情是過不去的 我都可以從我的看不見的生活當中走出來了 你算什麼 看不見的人生也勇敢面對 蕭黃奇從小就愛唱歌 還曾經背著媽媽進半唱機 小學五年級就自己錄製人生第一張專輯 打通了電台的電話 喂 你好 我先買辦唱機 你明天把我送來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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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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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方也沒有什麼懷疑 就記下了我的地址 然後隔天早上 他就送來了 按門鈴叮噹 然後我媽媽就開門 然後就說 你們有叫一台辦唱機啦 對啊 這台七千塊 我媽媽就說 我怎麼有叫辦唱機 沒有啊 沒有這件事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從那個後面 趕快跑過來說 媽 有啦 你就付錢啦 小時候愛唱歌 但蕭黃奇沒有想當歌手 反而柔道練得好 兩段黑代代表台灣出戰 1994年北京殘障亞運得到銅牌 1996年亞特蘭大殘障奧運會得第七 不過蕭黃奇現在已經無戀柔道 現在每個禮拜三都要在運動教室 然後就是跟老師一起打打那個拳擊優養啊 然後做一些重訓 沒有我做什麼什麼 那種優養比較多啦 心肺的那種優養 國手生活同時 蕭黃奇也組全市長樂團 從此真的踏上歌手路 金曲美聲歌曲傳唱 2011年成為蔡依林師弟 國台語專輯 雙身道 蕭黃奇創作能量豐沛 還曾經因為爸爸引劍 拿出鴨香寶給黃小虎演唱 因為我爸爸是做水泥工 然後有一天爸爸做水泥工要去 就是剛好蕭黃奇家去要裝修 然後他就去蕭黃奇家 然後開始就是跟蕭黃奇那個 毛粹之間就是說 我有一個兒子叫做蕭黃奇 然後他很喜歡唱歌 然後在很多很多電視台 都有錄音啊之類的 爸爸熱情推薦 黃小虎去看了演唱會 從此也結下緣分 帶著蕭黃奇駐唱演出 牽線牽唱片曰 蕭黃奇把歌送給黃小虎 儘管後來傳出因為蕭黃奇 私下彈合約導致兩人鬧翻 過去合作的經典永久流傳 能創作寫歌也能站上舞台 蕭黃奇的音樂才華 在他拿到麥克風時最能展現 一路走來心路歷程 也都化作音符 愛我嘴 你是我心裡找到會知道 這就是今生我的最愛 嚇到麥克風感到最初代 嚇到麥克風不怕有祖寧 我在寫這個歌的時候 我就想想起自己 從一個人在民歌餐廳唱歌 然後呢就是慢慢的可以就是有這麼多的朋友 然後甚至就是自己穿上手去看唱歌 我就會想說 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那他應該是要有一種不同的 除了自己愛這個舞台觀 然後他應該有一些傳承也好 或從過去的一個一個一個想法 對音樂的不同的音樂的想法 在發行台語專輯 主打歌結合歌仔戲與饒舌 激盪不同火花 更和鞋子彈合唱 唱出男人心聲 另一首歌變換角色 從父母的角度來看子女 拿下四座台語金曲歌王 紀錄至今無人能破 蕭黃旗透過音符勾勒出人生的模樣 唱出傳奇的歌手錄 觀眾都很喜歡看模仿秀 有時候真佩服藝人們的才華 大牛羅斯風不只會唱 模仿功力也是一絕 可以上一秒是微薄上身 還可以利用身體的各個部位 比如像是眼睛 下巴 喉嚨 去模仿不同歌手發聲 模仿蕭黃旗也沒問題 堪稱超級牛魔王 甚至也嫌還原老大道林淑蓉的 牙齒發聲大法 真的更是一絕 你能夠想像這個畫面嗎 透過鏡頭 一起來回味 李登輝有沒有 他下巴有沒有 你好啊 你又是啊 但也有人靠下巴在唱歌的 周華健有沒有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話一輩子一生一起一杯酒 還有人是靠眼睛在唱歌的 蕭黃旗有沒有 那個有沒有道具啊 如果我能看得見 就能輕易地搬遍白天黑夜 就能準確地在人群中 牽住你的傷 如果我能看得見 就能駕駛愛你到左右 就能清晰地從背後 給一個擁抱 如果我能看得見 如果我能看得見 生命也許完全不同 可能我想要的 我喜歡的 我愛的 都不一樣 刷 刷 要把它唱完嗎 要唱完是不是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很深深的天 天空藍 是我記憶中斷了白 背後的藍天 我望向你的天 算了算了 神經 神經在我眼前 神經在我眼前 遮住頭髮 忘了先看 愛 你是我的眼 大波林月四季的變化 因為你是我的眼 帶我穿越勇氣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粗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就在我眼前 他唱歌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的一句